台中一名理性男子也觉得很冤 上个月他拿着 中200元的发票要到邮局来对讲 但是承办人员却把发票上面 八位数的这个账单流水号 误以为是统编 结果拒绝他对讲 后来男子一查 才知道原来邮局人员搞了大乌龙 你深深到这间咖啡店 外带咖啡 那么之后呢发票对讲了 但是邮局人员呢却误认为呢 手上这一组编号是统一发票的编号 不让他对讲 仔细看店家发票上有八位数的号码 就是这号码让李先生差点无法对讲 这八位数字的店家解释 其实是撞单流水号而不是统一编号 真正有打统编的发票 前面会有统一编号的字样 我是个人发票 我没有打任何统一编号 他就觉得他就说是 我就说我就觉得 我们家会怎样为了这两百块 就是跑两趟以上 就是三趟 是不是还要去别家邮局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讲 是很不公平 拿着中奖发票 东奔西跑跑了一趟邮局 承办人员把账单流水号 误以为是统编 拒绝对讲 为了领两百元的中奖奖金 李先生直说 邮局真的很不变名 第二次男子再到同一家邮局 向不同承办人员来对讲 结果对方只核对了中奖号码 及核对中奖人资料 就支付了两百元的奖金 两次半波 由钱都超过两百元的 让李先生觉得 邮局真的浪费人民时间 中奖新王一超 叶映台中报道